与神对话时 金钱 我想回过头来再谈一下我所列举的问题 对其中每一个问题 我都有很多要细问 紧就关系而言 我们就能够写一整部书 我知道这一点 但那样的话 我就永远没法开始其他的问题了 将有其他的时间 其他地点 甚至其他的书 我和你的意见一致 让我们继续吧 如果我们有时间 我们将回头再来谈这个问题 好 那么 我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在我的一生中 似乎从来没有足够的钱 我命中注定要永远结一缩时 勉强凑合吗 是什么阻碍着我去实现在金钱方面的全部潜力呢 这种状况显然不仅仅就你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如此 每个人都告诉我 这是一个自我价值的问题 是缺乏自我价值 我曾经有一打新时代的老师告诉我 任何事物的缺乏都起源于自我价值的缺乏 这是一种很便利的简化 在这方面 你的老师是错的 你并不是因缺乏自我价值而遭受损害 事实上 你一生中最伟大的挑战一直是控制你的自我 有人说这种情况是自我价值太多了 嗯 这里我又感到不安和懊恼 但你是对的 我每次实实在在告诉你真理时 你总是说你感到不安和懊恼 不安是一个仍然很关注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的反应 请你自己超越这一阶段吧 尝试一种新的反应 试着大笑 好 自我价值不是你的问题 你被赐予了丰富的自我价值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你们都把自己看得很高 你应该这样 所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自我价值不是问题 那是什么 问题是对富裕的原则缺乏理解 此外 对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 通常还有很大的错误判断 让我给你举个例子 请 你有一个想法 钱是坏的 你还有一个想法 上帝是好的 谢天谢地 因此 在你的思想体系中 上帝和钱不能混为一谈 对 在某种意义上 我猜想那是对的 那就是我所认为的 这就使事情变得有趣了 因为这使你拿钱去做任何好事变得困难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对一件事的判断非常好 用钱来衡量的话 你赋予它的价值较小 所以 一件事情越好 越有价值 它就越不值钱 有这种想法的并不只是你自己 你们整个社会都相信这一点 所以 你的老师只能挣到微薄的薪水 而脱衣舞女则能发大财 与体育明星相比 你的领导者们挣钱太少了 以至于他们觉得 要想赶上这一差距 他们将不得不去偷 你的神父和教室 只能靠面包和水来生活 而你却把钱扔给了马戏团演员 想想这些吧 凡是你认为内在价值很高的事情 你就坚持必须得来很便宜 那些寻求治疗艾滋病药方的 孤独的科研人员要去乞讨钱 而那位把一百种新的性交方式 写成一部书 出了袋子 召开周末研讨会的女人却发了财 这种颠倒是非是你的嗜好 它源于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思想是你对钱的想法 你爱它 但你说钱是一切恶的根源 你崇拜它 但你称它为不义之财 你说人是为富不仁 并且如果一个人一边做好事 一边变得富有 你立刻变得怀疑 你觉得这是个错误 所以一个医生最好不要挣太多钱 或者最好学会对此小心谨慎 那么一个部长娃 他真的最好不要挣很多钱 假定你能允许女性的他当部长 否则将确实有麻烦 你看 在你的头脑中 选择最高上事业的人 应该得到最低的报酬 嗯 对 嗯 就是对 你应该想一想 因为那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我认为 没有什么对或者错 这类事情 没有 只有什么东西对你有用 什么对你没用 好和坏 这两个词是相对的词 当我一起使用它们的时候 我是按这一原则用它们的 在这种情况下 相对于什么对你有用 相对于你说你想要什么 你对金钱的思想是错误思想 记住 思想是创造性的 所以如果你认为我是坏的 而又认为你自己是好的 好 你能够看得见矛盾所在 现在 尤其是你 我的孩子 你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方式 体现出这种人类意识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一矛盾不像对你这样大 为了生活 大多数人做他们所恨的事情 所以 他们不在乎为此挣钱 可以这样说 为坏而坏 但你爱你在生活中 每天每刻所做的事情 你钟爱你用来填充生命的那些活动 因此 对于你来说 由于做了应做的 而得到了大量的金钱 在你的思想体系中 将是为好的而得到了坏的 这是你所不能接受的 你宁愿挨饿 也不愿为了纯洁的服务 而接受不易之财 好像如果你接受了钱财 这种服务就有点失去了 其纯洁性 所以在这儿我们遇到了 有关金钱的 这种真正的相互冲突的感情 你的一部分拒绝它 另一部分愤恨没有它 现在 宇宙不知道在这方面 该如何去做 因为宇宙已从你那里 接受了两种不同的想法 你与金钱有关的生活 将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因为你对钱的想法 是一阵一阵儿的 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 你并不真正确知 什么对你是真实的 宇宙只是一台大的 失乐复印机 它只是把你的思想 复制了许多次 现在 只有一条路 来改变这一切 你必须改变 你对它的思想 我怎样才能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呢 我对某种事情的思考方式 就是我对某种事情的思考方式 我的思想 我的态度 我的想法 不是在一分钟内创造的 我不得不猜想 它们是多年体验的结果 是终生遭遇的结果 关于我对金钱的思想方法 你的看法是对的 但是我怎样才能改变它呢 这应该是这部书中 最有趣的一个问题 对大多数人来说 一般的创造方法 是一个有三个步骤的过程 包括思想 语言和行为 或者行动 首先来的是思想 成型的想法 最初的概念 接踵而至的是语言 大多数思想 最终形成了语言 然后经常被写或说出来 这给思想增添了能量 把它推向世界 在那儿能够被其他人所注意到 最后 在某些情况下 文字被付诸行动 你就有了你所称的结果 所有起源于思想的事物 在物质世界的显示 在你的人为的世界中 你周围的每一件事 都产生于这条路 或者它的一些变异 所有三个创造中心 都得到了利用 但是 现在问题来了 如何改变这种思想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人们不改变 他们这些主导思想 人类可能使自己走向毁灭 改变根本思想 或者主导思想的最快的途径是 颠倒思想语言行动 这一过程的次序 请解释一下 做你有新思想的行为 说你有关新思想的语言 经常这样做 你将训练你的头脑 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 训练头脑 那不是向头脑控制吗 那不正是心理操纵吗 你的头脑是怎样得到 现在这些思想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你不知道你的世界 操纵着你的头脑 怎样思考吗 由你来操纵你的头脑 比由世界操纵它 不是更好吗 开始思考 你自己想思考的想法 比思考别人的想法 不是更好吗 你用创造性的思想武装自己 比用反应性的思想武装 不是更好吗 但你的头脑里 充斥着反应性的思想 由他人的体验产生的思想 在你的思想中 来自你自己产生的很少 来自你喜欢产生的就更少了 你自己对金钱的根本思想 就是个突出的例子 你对金钱的思想 它是坏的 与你的体验有钱很伟大 截然相反 所以 为了证实你的根本思想的正确性 你不得不就你的体验 对自己的体验撒谎 这种思想 在你那里深深扎下了根 你从没有想 可能是你对金钱的看法错了 所以 现在我们要去做的是 提出一些自己产生的想法 我们要改变基本想法 使它成为你的基本想法 而不是其他人的 顺便说一下 你对金钱还有一个根本思想 这一点我也想提一下 那是什么 那就是没有足够 事实上 你对每件事情 都有这一根本思想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足够的钱 没有足够的时间 没有足够的爱 世界上没有足够的食物 水 同情 不管有什么好的事情 都是没有足够的 这种人类的 这种人类的不足意识创造 并且在创造着你看到的这个世界 好 所以 关于金钱 我有两个根本思想 直到思想要改变 我 至少有两种 可能还有许多 让我们想想 钱是坏的 钱是不够的 做上帝的工作 可能得不到钱 这对你是个大问题 钱从来不是白给的 钱不能长在树上 事实上 有时是这样的 钱能腐化人 我看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是的 如果你对你目前的金钱状况 感到不高兴 你有大量工作要做 另一方同 重要的是要明白 你对你目前的金钱状况 感到不高兴 是因为你对你目前的金钱状况 感到不高兴 有时候很难跟上你 有时很难引导你 哎 你听我说 你是这儿的上帝 为什么你不使他容易理解呢 我已经使他容易理解了 那么 如果那就是你真正想要的 为什么你不让我理解呢 你真正想要什么 我就真正想要什么 没有什么不同 也没有什么更多的 你没有明白 这是我给你的最大的礼物吗 如果我想要你要的东西 与你想要的东西不同 然后想办法让你拥有它 那么 你的自由选择在哪里呢 如果我指令你必须是什么 做什么 有什么 你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呢 我的快乐在你的自由之中 而不是在你的服从之中 好 你说我对我的金钱状况感到不高兴 是因为我对我的金钱状况感到不高兴 这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你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当你的想法是消极的想法的时候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应该找到一个办法 打破这一循环 你现在的许多体验 是以你的先前的想法为基础 思想产生体验 体验又产生思想 思想又产生体验 如果你的主导思想是快乐的 这就能产生持续的欢乐 如果主导思想是地域性的 它能够并且肯定一直会产生地域的感觉 诀窍是改变主导思想 我将说明怎么做到这一点 请说吧 谢谢你 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颠倒思想 语言 行动的次序 你记得那句古老的格言 想好再做吗 是的 好 忘掉它 如果你想改变基本想法 你必须做了再想 举个例子 你在沿着大街向前走 从一个正在乞讨的老太太身边走过 你看到 她是一个肿眼抛的女人 每天就这样生活 你马上知道 尽管你没有什么钱 但肯定够分给她的 你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给她一点零钱 你的一部分甚至已经准备好 从口袋里摸出一点褶皱的零钱 一张一块的 甚至一张五块的 这鬼玩意儿 将成为她的一个伟大的时刻 这将照亮她的生活 这时思想出现了 怎么 你疯了吗 我们只有七块钱 要靠她度过这一天 你想给她五块钱 所以 你开始摸索那张纸币 思想又一次出现了 嘿嘿 算了 你还没有那么多的钱 可以随便给出去 看在上帝的份上 给她几个硬币 离开这里吧 你很快地 把手伸进另一个口袋 想找一些两毛五的硬币 你的手指 只摸到了分币 和一毛钱的银币 你觉得很难为情 你衣冠楚楚 吃得饱饱的 却只给这个 一无所有的穷富人 分币和一毛钱的银币 你轻慢地试着 找出一两个两毛五的硬币 我 有一个 在你的口袋的皱着深处 但现在 你已经走过她身边 无力地微笑着 现在再走 回去太晚了 她什么也没有得到 你也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没有感受到 了解你的富有 和乐善好施的快乐 你现在感觉 像这个老妇人一样贫穷 为什么你不给她那张纸币 这是你最初的冲动 但你的思想半路出现了 下一次 要在思考之前决定怎么做 把钱给出去 去做吧 你得到了 从那里得到了更多 就是这唯一的思想 把你和那位肿眼泡妇人分隔开 你清楚 你从那里得到的更多 而她不知道这一点 当你想改变一个根本思想的时候 就按照你的新想法去做 但你必须快点行动 否则 在你还不知道之前 你的头脑将把这个想法消灭掉 我的意思是严格的 在你有机会了解她之前 这个想法 这个新的真理就将死掉了 所以 当机遇出现时 快点行动 如果你经常这样做 你的大脑不久将得到这一想法 它将成为你的新思想 我 我真的明白了些道理 新思想运动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不是 它应该是 新思想是你唯一的机会 它是你进化 成长 真正变成你真正的自我的唯一真正的机遇 你的头脑现在充满了旧的思想 不仅仅是旧思想 而且大多数是其他人的旧思想 现在 改变你对某件事情的想法 是非常重要的 是时候了 进化发展 就是这个意思 章节已播完 这里是心灵之光 感谢您的收听